然後在排隊的時候呢 給大家看一下猛男的腿腿 你看 放大一點 喔喔喔 好性感喔 呵呵呵 怎樣 大家好 歡迎來到不期了月的頻道 我是Steven 他的下午 今天這集影片 我們要帶大家來逛夜市 現在我人跟下午人來到 漢江的盤埔大橋這邊的 這邊有個夜市呢 叫做月光夜市 事實上他們的夜市呢 在2022年之前就已經全面恢復 但是 因為國境的解封呢 是在2022年底 所以這個夜市呢 可以說是觀光客來韓國 疫情後的第一個夜市 所以接這集影片 我跟欣賢的就要帶大家來逛逛 解封之後的韓國月光夜市 到底是夜市什麼樣子喔 那下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說吧 先簡單大家看一下 旁邊這邊呢 一塊空地啊 中間你看到有帳篷 它有點像是賣首購飲品的 然後在這個周圍呢 全都是賣吃的 你看有非常非常多的餐車喔 然後呢 你就現在慢慢的 帶大家一亮一亮看過去喔 你知道這個是賣什麼嗎 這一個 炸雞啊 對 台湾酒 這個幾乎也就是 他們夜市裡面一定會出現的 杯裝了一萬塊 感覺好像也不是很便宜 感覺是加一點人 是人去外面吃炸雞 然後當然像韓國人 他們很喜歡喝的咖啡啊 這邊一定也有 欸其實價錢還可以 冰美式 一杯這樣三千 欸這個是那個薯條的 起司薯條的 他這樣手上拿這樣一杯啦 不同口味是五千到五千五 四千五也有的 其實 可能台灣物價也漲很多 我覺得他們這邊夜市價格 跟台灣的比起來好像沒有那麼貴 你看你看 所以他又是賣牛排的 就有點類似像台灣的甩子牛啦 就像旁邊的人就拿 欸對對對 那盒子 然後那一盒呢 一萬六 可是因為牛肉本來在他們這邊 就算是比較貴的東西 你看這邊是賣章魚燒耶 之前在這邊幾乎都沒有 現在越來越多耶 而且排隊人好多 你看排到車子後面 然後旁邊這邊有賣辣草年糕 不過可以看得出來 辣草年糕在這邊生意就不太好 因為到處都吃了 對啊 外面到處都吃 那給大家看一下 我跟夏在排隊的時候 他旁邊這邊呢 你看 非常多人 就是夜餐 對 他們就喜歡週末的時候啊 就會帶著小孩啊 狗啊 家人啊 然後到這邊鋪開毯子 坐在上面夜餐 那這邊因為剛好也有夜市嘛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買了之後 我們到那邊去吃 剛好 給大家看看 我們總算排到趙雲小孩吃 有沒有想到趙雲小孩 在這邊竟然這麼好賣 十個五千塊 好像價錢跟比起台灣人來講也差不多 給大家看 我們拿到我們章魚小王子 這樣十顆五千塊 我必須講價格不貴 他生意很好啦 所以都是現烤出來的 所以就非常非常的燙 他剛才跟我們講說 要拿上來要小心 那我們點的是原味的 他有原味跟辣味 你來試試看看 他的醬比較甜耶 因為他有一層美乃滋嘛 對 然後還有一層是他們這邊的醬 那他這個醬是比較甜的那一種 哦 好 那我來試試看 給大家看一下 醬料的話 其實這套顏色看起來 跟台灣我覺得蠻像 然後有點美乃滋 跟柴魚片 哪一口 我怕米火殺 你等一下噴出來 會痛 很像這個番茄醬 甜點的 可是又沒有像番茄醬酸酸酸的 對 他好像就是肉甜 可是他剛開始入口的時候 有點像番茄醬 我必須講 還不好吃的 我要來吃看看 好 那我們吃完了那個章魚小孩子 接著繼續逛 你看他這邊還有這個冰淇淋 最後因為他們現在天氣熱啊 所以可以看到他排隊的人也是非常多 哦 一小杯 一小杯5千塊錢其實好像還好 味道很貴 很貴嗎 很貴嗎 你覺得好像快跟哈丁大師一樣啊 哈哈哈哈 你看他這個餐廁上面寫那個 墨西哥食物 他是墨西哥玉米餅 然後是牛肉 哦 這樣兩片的話是9千塊 這個也是他們韓國人 在夜市裡面很喜歡買的食物 然後你看 也是買的人很多 你看都要排隊 欸雅雅你看這邊有烤場耶 有烤場耶 可能不是韓國很多地方都有嗎 對啊 可是一般的夜市還比較少見的耶 可是好像買的人不多就是了 然後你看旁邊這邊是那個雞肉串 哦 這也是他們夜市很喜歡出現的 我稍微拍幾點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哇 它的還蠻大的耶 欸雅雅你看這邊 你知道這邊它賣是什麼嗎 炒麵 欸這個是納斯戈利 就是是東南亞的食物 炒麵跟炒飯 這邊居然有耶 價格的話我覺得不貴 一萬塊 四百克一萬塊 蛤 一萬塊 可是它是主食耶 所以按照這價錢來看是便宜的 他們現在還不錯耶 我會算台幣給你 兩百元 你值得貴嗎 有一點 可是用韓幣來算就不會覺得貴 因為主食在那邊賣一萬塊是真的不貴 哇然後大家看這個餐車做的特別大 牛排真的是他們韓國人夜市裡面 最喜歡出現的東西 基本上來講你只要來到夜市裡面 一定都會有 接近一半的餐車都是賣這個牛排 是絕對不能錯過 所以我跟其他呢 今天要來買一份來試試看 然後在排隊的時候呢 給大家看一下猛男的腿腿 你看放大一點 哦哦哦 好性感耶 哈哈哈哈 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今天拿到我們牛排 這樣子兩百克一萬塊 好像價錢上來還可以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裡面有兩粒的番茄 然後有一點那個蔬菜 看起來像四季豆 然後馬鈴薯尼克很多人都有醬汁 現在現在來試一口 怎樣 就牛排 牛肉 哈哈哈 它不會到特別好吃 但是就是 好這樣緊張 蝦子如果再來你會再來買嗎 如果我想吃牛排的話可能會 好各位那就是好吃的 哈哈哈 這邊這個是臥壽司耶 你看這個是壽司 它是牛肉跟蝦子 兩個都是一萬塊錢 哦 比起零你的愛 然後給大家看 你看它這邊有賣冰淇淋耶 而且看起來我覺得 感覺有一點點Quality在哦 然後價格呢 兩球5500 三球7500 然後還有鬆筆4500 天氣人熱我們來試看 GO NANS 給大家看一下哦 感覺起來還蠻大份的耶 這張7500感覺還蠻划算的哦 7500換算台幣是 100多塊 三球 可是 可是 可是你不知道為什麼換在台幣 你覺得還蠻划算的啊 這個應該上面是草莓啊 你來試看 沒錯 來 它這味道呢 就跟大家去吃六扇門之後 它旁邊不是會給你的那個冰淇淋 好像不是很高品質的對不對 對 就感覺比較一般嘛 對啊 然後價錢是 是還要跟八十價錢 哈哈哈 這裡是賣糖霧爐跟棉花糖 對啊你看 這糖霧也是他們最近就是 他們這邊是整個大流行的 他們甚至在新村有一家那個 王糖霧爐都開了分店了 它這樣價格是多少 4000塊 將近100塊 可是我是覺得它如果裡面是水果 換成這個台幣算的話 其實價格也不會到哪裡去 你怎麼那個 你這個換成台幣100塊 糖霧爐這樣一串 台幣一隻才賣30到50塊 哦真的嗎 對啊 我不知道因為台灣夜市 我覺得現在價格也都不便宜 我去買好很多東西 台灣的夜市 糖霧爐一隻才賣30到50 沒有那麼貴 哦真的哦 但是又是還蠻便宜的 那你看我們已經基本上夜市都快拍完 後面的東西呢 現在就開始慢慢重複 你看像這餐就是雞肉串 雞肉串然後旁邊這邊 對牛肉 然後還有義大利麵 他們這邊很多賣雞肉串跟牛肉 對牛肉基本上是他們夜市裡面 很喜歡出現的 比較有點像我們的雞排 老實說他們的夜市 外乎就是牛肉 蝦子 年糕炸雞 差不多都像 就跟台灣其實 的大部分夜市都差不多 對 只是我有發現他們一點是 他們的夜市環境比較乾淨 可能因為我們 有些台灣的夜市是沒有 像他們有那種垃圾桶 對 所以大家都是隨手換掉 可是他們這邊的環境還算蠻乾淨的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我跟謝亞就非常歡迎大家逛了 可以說是疫情後 重新開幕的月光夜市 感覺咧 覺得咧 不安復 副的就是牛排啊 雞肉蒜啊 還有炸魚 還剛久了 對 可是他們近期呢 有些比較新的品質 像是章魚小丸子 然後甚至 然後甚至 然後甚至像那個餅 那個蔥餅 泡菜的名字都出來了 對 所以事實上如果大家就是 剛好來韓國的時候有遇到桌布 非常適合可以來到這邊 這個月光夜市呢 是每個禮拜天的下午 四點到九點 那如果五禮拜五跟六的話 尤以島那邊的中央 漢江公園段那邊也有 尤以島的夜市可以去逛 一般的話是 從五月到可能十月 甚至可能十月底就沒有了 因為一般天氣 你知道你已經體會過他們天氣的冷 所以你應該相信 下雪 不會有人來 對下雪的時候不會有人想坐在外面吃 所以大家如果是剛好在 比如說夏季跟秋季 有來到韓國的話 都可以非常適合來逛一下夜市 絕對不會失望的 好啦那今天這幾個影片就這樣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們訂閱按照分享 加開啟小鈴鐺 你要不要訂閱按讚留言 都講述什麼大志 吃個動力喔 那今天這幾個影片就這樣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囉